今日學生會於各大報章發表傳頁聲明 表達學生會對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 學生會會長表示發出今次聲明的原因 是因為不同報章各有不同的版本 學生會對云云異見感都無所適從 希望從而得知事件的真相 我們希望藉著這篇聲明向廣大市民 很清晰地表達學生會的立場和反映同學的聲音 希望有關方面會出來穿出澄清 希望有關方面會告訴我們廣大市民 告訴我們學生的真相是甚麼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釋除我們的兒女 根據學生會憲章附例 這份聲明只需要在學生會時事委員會通過 無需經過評議會的同意已屬合法 聲明發出之後 電視、電台、報章、討論區以及社交網站 都有不同的意見 有人質疑今次刊登聲明的涉款過高 懷疑刊登程序有否經過廣泛的諮詢 昨晚學生會財委會召開的緊急會議 而同一發放消息的原因將會議保密 並未能釋除同學的疑慮 學生會會長補充 如果我們擔心公佈了金額 在現家庭公佈了金額的話 可能會令社會的討論 反而去到我們的金額 或者內容是怎樣 我覺得這可能會混濫了一個視聽 或者轉移了整個社會通明的焦點 這樣的話我們筆錢就使得沒有價值 那學生會的財政一向都是穩健的 所以我們的資金也有能力去應付這筆錢 那今次我們根據學生會的憲章 一些代表去討論過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最後都是通過了 會用到這一筆的賠款 學生會會長亦表示 將於下次3月23及24日 舉行至評議會常務會議中 交代有關使用款項的原因及金額 但亦有人認為 學生會在未經諮詢的情況下 就發出這份聲明並不恰當 亦在網上交流平台質疑 學生會發出聲明的原因、準則及理據 有港大學生在社交網站發起投票 了解同學對於學生會發表聲明的意見 亦有不厭塞在網上發表公開信 質疑學生會斥資登報的理由 有同學欣賞學生會用於 在各大報章刊登聲明表達意見 亦有同學對於學生會的行動並不完全同意 更加有港大的同學表示對聲明內容並不知情 對於等等好壞參半的評語 則有待學生會回應 校園電視記者蔡惠欣報道